你好 我是唐妮 那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有關於客製表單的一個大致上的操作流程 那假設我們現在在網上放一個客製表單的一個表單 那假設有那個客人 他看到我們這個表單的內容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需要送售的商品 他可以先到了那個店裡面之後 先到這個網頁上 把表單內容先填一填 譬如說他叫133好了 那聯絡電話呢就是 譬如說09611號碼 地址大約白檔 Email15 假設他送售的東西硬碟 然後他的送售商品的描述是 途不到 那他填寫完畢之後 他可以先按確定送出 那這下一個頁面呢 就是他這個 剛剛所填的表單內容的一個檢視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這個消費者他就按確定送出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後台有兩個管理者 第一個是最高管理者 是0972這個號碼 然後第二個管理者呢 是另外一個0923號碼 寄給管理者他的信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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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 那因為我們兩個管理者他都有 設定一個那個 他的手機號碼 所以系統也會自動發檢訊到這兩個 手機號碼的手機裡面 目前可以發現呢 檢訊裡面就有兩個那個 檢訊一個是寄給第一個0972的號碼 那另外一個是寄給那個0923的號碼 那他的那個維修單的末六碼 那他的那個維修單的末六碼 都是像我們的那個E-mail一樣 A5D05F 那這個是這個流程呢 就是有關於通知管理者的那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會通知 就是會寄簡訊 還有會寄E-mail 那接著當管理者他在後台的話 如果他收到那個E-mail嘛 那他可以到後台去看一下 那個最新的一個維修單的一個內容 好 那假設管理者他到後台之後 他可以先看一下狀況 然後先在那個後台這個HTML編輯器 他可以先輸入一些資料 然後譬如說 譬如說我注入 編修中 然後按送出 這個時候呢 如果那個 消費者他 他收到信 應該說他 他知道說他 停完表單送出之後 他會先收一公E-mail 那E-mail裡面呢 就會有關於維修單的單號 還有他的一個手機號碼 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 登入前台的一個 維修單的一個查局的那個表單 譬如說我這邊輸入 我把那個維修單單號貼進來 然後再打09 打這個 消費者他本身自己的一個手機號碼 然後按送出 這個時候 如果說他輸入的那個 維修單號 跟手機號碼是正確的話 那系統就會把 相關資料的一個維修單號 把它整個列出來 像目前畫面上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好 在後面一點的話 就是 譬如說管理者 他今天 針對這個維修單 他所送修的一個硬碼 譬如說硬碼 他已經修好的的話 他就可以 譬如說他寫 譬如說 那管理者他就可以 打購說我要進E-mail通知消費者 他已經解案了 他也可以再多打購一個 寄簡訊通知這個維修的客戶 那當他打購完 做一個送出的動作的時候 好 修改完成 這個時候呢 因為系統裡面知道這個消費者的一個 手機碼 好 他就會直接發簡訊給這個消費者的手機 好 那消費者的一個手機簡訊的內容呢 就是像這位頁面上看到的這個樣子 就是 維修單號墨6碼的這個這個序號呢 已經維修完成 請說空來電取來謝謝 那消費者他一樣也會收到E-mail 除了那個 那個 那多頁面上可以看到 他管理者打的這些字有沒有 維修狀況 還有字 就是除了簡訊E-mail一樣會收到 那下面這個E-mail是 像他一開始消費者一開始他填完這個表單 他自己也會收到一份那個 那個 維修表單的確認 好 那以上 就是有關於那個 特製表單的一個大致上的一個流程介紹 那因為每個 客戶每個商家他的需求一定會不一樣 那這個細部的就會再需要更多的一個溝通跟討論 來做一個細部的修改 那如果說這方面有 任何的疑問呢 歡迎來電或者E-mail 通知我們那個本公司這邊 來為你做一個服務 好謝謝你們觀看